大家好,我是小安 YouTube的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请您接下来给我一个like 真心地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有些人活到一百多岁 是因为他们的微循环系统能够保持通畅 但也有很多人未老先衰 这因为他们虽然年轻 但微循环淤堵很严重了 如何打通经络,防止胃老旋衰 健康长寿呢 教大家一个简单又实用的食疗方 我们先来准备菊花 五克就可以了 菊花是很好的清热去火的一种药材 对于疾病的预防以及治疗 对于很好的疗效 菊花里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A 它是维护眼睛健康的重要物质 经常使用菊花茶能够让人头脑清醒 双目明亮 对干火旺盛导致的眼睛干涩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菊花有显著扩张动脉 增加冠状动脉流动的作用 可降低血清胆固醇 对预防心脑血管即便有特别好的显著作用 菊花中含有一种名为木稀草素的黄酮类抗氧化剂 而这种物质与化疗相结合 其中杀害矮细胞 菊花还有一定的降压作用 特别是针对干阳上行的高血压 因为菊花性寒 入肝精 可以清干热 凭肝阳 所以日常生活中使用一些菊花茶水很好的 3T的功效如下 能够扩张血管 降低血压 改善微循环 增加血流量 预防和治疗心脑组织缺血 缺氧症 促进蛋白质 核糖核酸 脱氧核糖核酸的合成 强身健体 促进血液细胞新陈代谢 平衡调节血液细胞 双向调节中区神经 提高脑力 增强学习和记忆能力 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 降低血脂 胆固醇 抑制动脉硬化 三气具有很好的活血化育的功效 风寒感冒期间不能服用三气花 因为三气花性微凉 会加入感冒的病情 三气粉性温 风寒感冒期间可以服用的 患风热感冒 不易适合三气粉的 一般情况下 正常体质的人 服用三气的一日总量在10克左右 分两次服用 不能服用太多 如果是有过脑出血的朋友们 自己本身血管比较脆弱 不可以服用三气的 牛蒡根可是被誉明东方的人参 从这方面可以看得出来 牛蒡根的营养价值是极高的 还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 我们经常吃牛蒡根的话 可以起到预防癌症的作用 还能够起到消肿解毒的作用 从西医的角度上来看 牛蒡根除了可以令尿消肿 去痰止血以外 还可以治疗便秘的 高血压、高胆固醇症状 牛蒡根有特别好的降血糖 和降血脂的作用 还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是非常理想的一种天然保健食品 并且除此之外 牛蒡根的纤维可以粗云大肠蠕动 帮助排便 降低体内的胆固醇 减少毒素费物在体内追击 达到预防中风和防止胃癌、子宫癌的功效 牛蒡根在体内发生化学反应 可产生三种以上的物质 其中多量液酸 能够防止人体内细胞发生不良的变化 单身是可以通血管、输血管的 通常认为活血、化淤中药能够帮助输通血管 增强血液循环、推进血液流动 可以有效地扩张血管 可以起到改善血管、动力血的作用 单身性微寒 属于活血、化淤的药材 可推进血液流动 驱逐瘀血 临床一般用于气血组织带引起的诸多疾病 如瘀血腹痛、关节肿痛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 单身中含有瘾丹参酮的成分 这类成分扩张人体的心血管 降低血液粘稠、维持血管通畅 防止动脉硬化、对冠心病、高血压 高血脂的症状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单身是有一定的通血管的作用的 一天食用量不要太多了 一般为10到15克 作为保健用药 单身没有明显的毒副作用 但是不能食用太多 大量服用单身有可能导致消化到出血 若是作为某些疾病等治疗 需要根据医生的咨询 医生既然用多少就用多少 不易过多的食用 绿豆可以解肝脏毒素的食物 不得不提绿豆了 绿豆被称为肝脏的排毒丸 中医认为 绿豆能够清热解毒 可以帮助体内的毒素排泄 促进集体正常的代谢 绿豆可以解百毒 解酒毒 解野菌毒 披霜毒 有机农药毒 氢毒 单氏毒 还有老鼠药毒等等 肝本身就是人体的解毒器官 所以我们常吃一些绿豆 相当于给肝脏加了一层辅助 绿豆中含有特别丰富的多彩蛋白酶 绿豆中含有的抗氧化功能 能够保护细胞不受到毒素的清洗 除此之外 绿豆可以解除以肝病毒的发展 绿豆中含有的饼本胺基酸 可以防止小山羊的癌变 绿豆中的降血脂作用 能够防止脂肪肝的发生 绿豆是饱干的良药 特别是夏天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绿豆 对于我们的身体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所以平时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绿豆 包一些绿豆汤 喝一些绿豆茶水都是很好的 夏天天气特别的干燥 我们的身体需要补充一些汤汤水水 而这个绿豆汤 可以很好的养肝去肝火 效果特别的棒 健脾力湿 特别的适合夏天喝 如果你肝火旺盛 肝毒积聚 脸上爱长斑爱长痘 可以多喝这道汤 连续喝上三天的时间 可以排除成年的肝脏毒素 去除肝火 身体也会感觉到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轻盈 气色也会越来越好的 还可以很早地预防早期肝病的发生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睡一睡吧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 里面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 编带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